通食科說,在全球化下,政府管治給很多所謂非政府組織鉛鉤住,例如要填海造地,就有很多所謂環保組織出來的。 那些非政府組織營運經費和資源主要靠民間支持而來。 有貿易好心說,娟家機部電腦給一個造老舉的組織,那職員說清楚告訴他們在香港辦事處大堂,等丁阿菇上網找老陳。 約好送電腦去裝機,誰知去到,一群職員說要開大會,當時機構負責人都在,叫貿易先放下電腦, 說電話再約我來裝機,之後電話日日都說不空,於是這拖了兩個星期, 調茂利直踩上去問,誰知職員說忘記了這件事, 那部電腦已經送給大陸一個老舉作資人用途, 當時機構負責人聽到,都完全沒有給反應, 真是有沒有搞錯? 又聽過說有個做巴基蘭坦利托爾, 約個裝修師傅去免費幫忙弄電掣, 那個師傅依然去到, 怎知負責人說不空要趕著去警局, 事關有個巴基蘭坦利托爾, 被警察拘捕了,要去找他,叫他翌晚才來過, 不是喊馬! 自己約了人做的公家事在哪? 現在為了一個壞鬼賊底的私事, 麻煩人家走多! 懂得分葬禮閒假? 師傅依然是個好品, 不夠拉他吵, 只是說放下電轉和電線, 廢話時搬來搬去, 怎知真是不太多! 一個星期後的組織才說有空, 想去做拉! 怎知師傅的師傅電轉和電線, 竟然閉門失竊! 阿水都猜到是巴基蘭坦利托爾賊底的賣賣! 怎知負責人仍惡人先告狀! 屌個師傅說不要詆毀他的貴客, 說應該是自己不覺意做不夠了他! 師傅真是被他吵架, 想知道那個非政府組織搞得好嗎? 其實可以裝裝他的網頁, 看看他的資料有沒有定期更新, 看看他的辦公室是否能夠打理得槍機明正, 地方乾乾淨淨淨, 秩序井井井有條! 好像有個做賣屎伏的組織, 網頁仍然說涵風年前的事, 只有兩個理由, 第一班伙伎懶得出執, 第二就是如何建太多那些事, 還不夠拒絕, 但兩個理由都是告訴我們, 他們管理不善, 我們不要投放銀子去他們! 其實在香港來說, 管理得好好的非政府組織, 例如芳芳的護苗基金, 大帝名的心情行動, 自然有大把水喉, 例如馬會、公益金和政府都經常撥款支持, 管理插果的簡直是垃圾組織, 就算有銀紙和資源, 都不如留回來捐給公益金和東華參院, 沒那麼生氣吧!